金中盛世 但之前却因为评审对综艺节目的评语 引发不少艺人不满 还传出因此婉拒了出席颁奖典礼 其中就包括了综艺大哥大张飞 不过张飞昨天表态绝对会力挺金中 而且会担任开场还有颁奖 而吴宗宪也确定会出席 所以加上了胡瓜张小燕三网以后终于到齐 但是艺人蓝星梅还是气不过评审的批评 坚持不去金中 能够凑成今天所有的晚会 整个细节 所有的人马都是我们演艺圈表演者所处成 综艺大哥大张飞各大社会场合都有他 先前传出与主办单位谭布隆不出席金中典礼 但21号大翻盘 张飞与中式高层见面 表示自己身为演艺圈的一份子 一定会立体金中 在台上开胡瓜玩笑 综艺大哥们的好感情大家都看得出来 除了胡瓜张小燕 吴宗憲也答应出席 三网以后总算归位 但综艺大姐蓝星梅她可是铁了心 像今天最硬的飞哥也说要去 很好 所以你还是觉得要 不杀我一个 我就是过不去 我就是 我不知道我那天会不会讲出很气愤的话 很情绪的话 说真的可不可以不要去 被评选批评蓝星明心里还是有一块疙瘩 就了原本准备好三套的百万金中礼服 也通通先放一旁 实在气不过再向金中喊话 姐做的是帮老板撰结的节目 帮观众省钱少走冤枉路的节目 姐做的不遂来拿奖 也挺不开心 距离金中已经不到一个礼拜 综艺卡阵容已经差不多定型 而表演名单也陆续确定 亚洲最高潮请到中华界魅力现场 精心准备一连串演出 要用经典歌曲温暖金中午时 所有参与者 有点TV最后报道